今年華人真道福音劇團 在聖誕節期裡 來到苗栗主嵐的廟口 演出改變自聖經的歌仔戲 慈父與浪子 透過傳統戲曲文化 地方教會與當地鄉鎮代表的合作 讓這次的福音行動別具異議 祈祥禮 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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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代表 台北 阿爸祖 第一天 跟人類 農族回頭 幸好 亞蘇既獨 來得到 英雄祝福的這個意義 我們整個卓蘭鎮 它本身就是一個族群融合的地方 那我們都會希望說 在我們這個地方 能夠在文化上跟信仰上 都是相互的包容 然後相互的扶持 這才是我們這個整個地方 共生共存的基礎 山城卓蘭的客家族群 佔總人口的70% 而傳統社會的廟口 更是民眾主要聚集的地方 因此福音劇團特別挑選了 聖經裡讓子回頭的故事 來傳達基督信仰的家庭價值 現場的客家鄉親們也深受感動 我們地方的鄉親 跟我們地方上的小孩子們 都一起在這裡 甚至我看到很多家長也來了 那其實在 這已經是超越信仰 我覺得在這一個場域裡面 我們能夠看到愛的一個結合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讓我們覺得感動 然後覺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鄉親很多是很喜歡歌仔戲的 那所以我覺得用歌仔戲這個方式 跟地方的文化結合在一起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 能夠讓他們來認識教會 認識我們的信仰 鄉親身的感動 不是感動老大人 而已 用歌仔戲也在感動 年輕人 所以用我們這個本土的歌詞 都可以感動人心 來貴恩鄉第一 我們傳揚它 使用豬斑的智慧全接個人 用歌仔戲 像傳統廟口文化傳福音 是來自上帝的創意 更是聖誕節期禮 送給苗栗竹蘭最美的禮物